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静世讲故事的环节,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分享晚清的战争系列之新疆篇第十三章,新疆沦陷十三。 新任的伊犁将军明旭向清政府请求,向俄国借兵一事,清政府会怎样决策呢?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清政府立刻就答应了,而且还是跑上跑下,想尽快促成这件事,因为有成功的先例。 李鸿杖和左中坛都是因为靠英国人或者是法国人借兵,才获得了军事的优势,因此才能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大获全胜。 所以,对于向外国人借兵,大家已经没有什么思想障碍了,可能有人会奇怪了,难道清政府就不知道俄国人一直暗中勾结穆斯林,帮助他们叛乱吗? 清政府当然知道,但是他们并不在意,因为在国际政治中,利益永远是最重要的,只要利益所在,所有的国家翻脸都比脱裤子还要快。 来自英国的传教士,甚至包括英国驻上海的领事,早期都是支持太平天国的,可是等清政府和英国签署了条约,向他们开放口岸以后,他们的立场立刻就发生了变化。 原因很简单,这些协议都是和清政府签的,如果清政府垮了,那么这些协议也就变成了一张废纸。 所以他们之前和清政府打仗,同时暗中支持太平军,都是为了逼迫清政府签订协议,等到协议签订以后,太平军自然也就没有用了, 英法又转而帮助清政府,确保协议能够顺利的旅行。 因此,虽然看起来这些国家无情无义,两面三刀,但是国际政治就是这么玩的,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 就像当年中越本来是同盟,为了共同的战略利益一起抗击美国,号称是血浓与水的关系,看起来双方绝对不可能翻脸。 可是,由于战争结束,越南更多的倒向了苏联,又开始入侵柬埔寨,谋求成为地区霸主以后,双方的利益就不再一致了。 中国为了抵御苏联的威胁,已经加入美国领导的阵营,而越南则变成了苏联死心塌地的盟友,所以双方就瞬间翻脸。 因此才有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一来是极致苏联势力在东亚的扩张,二来是向西方阵营投销一个投名状,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北京的公亲王,找到了俄国驻华公使,希望俄国人能够帮助在新疆的亲军。 他也非常的理直气壮,理由也很简单,你这协议是和大清亲属的,如果大清丢了新疆,那这就成了一张废纸,所以帮不帮忙,你们自己看着办。 但是这招对俄国人有用吗?当俄国人听到了清政府的请求以后,他们也是很犹豫,万一新疆沦陷到穆斯林手里,他们还真不知道该找谁去落实这份协议。 虽然他们之前极力的扶持穆斯林叛军,可是目的是为了侵占中国的领土,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这帮人自然也就没有用了。 但问题是俄国人衡量再三以后,发现自己真的不能帮这个忙,首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们的军队主力这个时候已经全部调往了浩瀚前线,开始了南征中亚三国的战争,所以他们无力来搅这趟浑水。 其次,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同,俄国人侵占大清领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进攻中亚三国,现在这块土地已经拿到手了,至少短时间内,穆斯林叛军还够不成威胁,所以对他们来说,帮助大清政府能为他们带来的利益十分有限, 因为英法要的是和大清政府进行通商,所以中国越早恢复和平,越符合他们的商业利益,而俄国人要的是中国的土地,方便南清,乱一点,说不定还能给自己带来一个机会。 所以,思量再三以后,他们婉拒了大清政府的请求。 不过清政府并没有死心,公亲王在北京多次向俄罗斯驻华大使施压,指出俄国若是不出兵相助的话, 这个条约将来很可能会成为一纸空门,同时他还以利相拥,表示如果俄军愿意出兵的话,将来必有酬谢,酬谢多少大家可以谈。 这个消息被传回俄罗斯以后,有些俄国人动了心思,主张可以给清政府适当的援助,借机向清政府额一大笔钱。 不过最先有这个想法的似乎并不是俄罗斯的高层,而是俄罗斯的前线驻军。 所以他们派出了官员,于1865年2月18日前往伊犁进行考察,和清朝政府的官员探讨出兵的可能性。 新任伊犁将军明旭在慧远城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他在随后的谈判中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请俄国政府派数千名俄军前来驻战,价格好商量。 第二,请俄国人向伊犁提供粮食和白饮,同时从俄国大量购入武器装备,一切费用由北京加倍偿还。 第三,请俄国人帮助伊犁和北京之间进行文书的传递,大清政府造价付费。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伊犁一带的穆斯林已经全面叛乱,伊犁的良详也完全断绝,和北京之间的文书联系也是时段时通,情况已是万分危机。 那么俄国人愿意看在金钱的份上,拉清政府一把吗? 自从1864年10月13日,宁远城的阿奇木伯克·阿夫杜勒和长教阿轰塞尔丁和同新教阿轰马万信双方联合发动叛乱以后,很快就攻下了宁远城。 宁远派领队大臣托克托纳率领两千多名绿营军队,携带了三十门大炮前去救援宁远城。 本来这次行动,清军有很多的希望,虽然看起来清军的兵力不多,但是火力却非常的强大,占绝对优势。 正常情况下,穆斯林叛军绝对不是对手,可是双方一接战,大家熟悉的一幕又上演了。 绿营中的穆斯林士兵再次临阵叛变,清军又被背后捅了刀子,几乎全军覆没,而且重要的是火炮全部丢失。 到了这个时候,明绪终于明白了,再也不能搞什么政治正确了,穆斯林士兵是坚决不能用了,于是他把各城的官兵全部换成了满人、汉人和蒙古人,这才算勉强稳住了阵脚。 与此同时,他派人迅速的去召回了前段时间因为饥荒,已经回家种地的西伯营和索伦营的起兵,由领队大臣荣泉带领,在1864年10月20日和正在赶往惠远城的叛军发生了一场遭遇战。 清军依靠西伯营和索伦营的重甲攻起兵,用传统的战术两翼包抄,终于打败了穆斯林叛军,夺回了树门大炮,战时止入了敌军的嚣张势头。 而且在随后的战斗中,清军还从穆斯林那里缴获了不少粮食,饥荒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但是胜利只是昙花一现,由于叛军中有大量的原清军中的穆斯林士兵和军官参加,这些人同样有战斗经验。 所以虽然这次失利了,但是很快,叛乱的穆斯林就在这些人的帮助下重整了部队,又恢复了战斗力,部队的作战指挥也逐步由这些人掌握。 再加上,他们有俄国人之前提供的武器,以及上次战役中缴户的大炮,武器装备已经和清军半斤八两了,战场组织也相差不多。 于是战场上迅速的出现了一场清军打清军的奇观。 穆斯林的阵营中,有大量穿着清军符号的前穆斯林士兵驻战,双方只跟只底不分高下,很快就变成了旗鼓相当互有胜负了。 而与此同时,这帮人对于清军的软肋一清二楚,他们赶出了更狠的一招,来了一个腹底抽薪。 穆斯林叛军在伊犁一带进行了大屠杀,把伊犁百里之内除了穆斯林以外杀得空无一人,满汉猛的普通百姓纷纷向北往外猛方向逃窜。 这一结果直接导致了驻守伊犁的清军彻底断绝了后备兵力来源,也失去了最后的粮食支撑。 同时,穆斯林叛军也知道,清军中最能打的是西伯营和索伦营,在战场上,他们总是被这两支部队所压制,不过打不过不要紧,他们可以玩鹰的。 这些昔日的战友知道对方怎么样对付。 他们派人去袭扰西伯营和索伦营的驻地,去找他们老婆孩子的麻烦,导致这些部队必须分兵回去防守家园,保护妻儿老小。 这一招更重要害,使清军再也没法集中起像样的兵力。 到了1865年1月初,清军已经无力出击,被迫困手孤城。 到了1865年1月12日,在惠远城和惠宁城之间的八言代城,被穆斯林叛军数万人围攻。 很快,南门被敌军炮火轰开,领队大臣穆克登俄率领全城百姓和攻入城内的穆斯林叛军向战了三天三夜,最后不敌自杀殉国。 全城百姓封,全城百姓尽遭独,穆斯林叛军在攻城之前,宣传说只杀清军不杀百姓,可是进了城以后,不分男女不分老幼,见人就杀,全城最终无人幸免。 接着,情况变得更加危急,原来在中国境内游牧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哈萨克人,这时也参加了叛乱,这些人本来是受到俄国人的压迫,被迫逃到了清朝境内,受到了清政府的庇护,可是现在却万恩负义反戈一击,开始进攻清军。 于是,数万穆斯林叛军合兵一处,开始围攻伊犁将军明绪所在地惠远城,这时城内只剩下不足三千多名守军,能战之人不足一半。 可是,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城破以后,没人能够侥幸逃脱一死,所以大家都拼死奋战,凭借着城高强后,最后挫败了穆斯林叛军的进攻。 于是,穆斯林叛军主力暂时转往攻击其他地方,就在这个间隙,俄国官员索特纳克穿过了穆斯林叛军的防线,来到了伊犁城。 由于,俄国人和穆斯林叛军之间都是老熟人了,又是昔日的战斗伙伴,所以虽然惠远城周围战火纷飞,但是他们却来去自如。 俄国官员带来的信件,其实是俄国的驻防军长官雅纳拉尔私下所写,表示愿意出兵相助,但是要等双方政府批准。 而且,这个特使虽然名义上是俄罗斯的官方代表,但实际上很可能只是代表着留守在前线的俄军将领。 从一些资料来看,当时在伊犁前线的俄罗斯驻防军,他们很想成为清军的雇佣军,借机发一笔大财。 但是名书并不了解对方的底细,以为是在和俄国政府谈判,双方刚开始谈得不错,俄国特使甚至同意在获得莫斯科批准之前,就提前借兵。 不过,当他听说钱要从北京拿以后,立刻就失去了兴趣,很显然这帮人是想干私活。 但是,如果通过北京拿钱,那都会落到沙皇的腰包里头,他们可是一个字都分不到,没人会干赔本的买卖。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明绪给对方许了多大的承诺,但是无论这个数字有多大,对于前线的俄军士兵来说都等于零。 至于向俄国政府借钱,让俄国人帮着送信之类的事情,更不是前线的俄军将领愿意关心的事情。 所以,虽然明绪费尽了口识,好酒好饭的款待对方,但是对方九足饭饱之后,摸摸嘴巴提着礼物,随便应付了几句,然后就拍拍屁股走人了,从此再无下闻。 再后来,伊犁将军明绪越来越撑不下去了,还曾经派领队大臣荣权到俄国去,再次和俄国人商谈借兵之事。 不过后来的商谈都已经变成了政府更高层面的事情了,而俄国政府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觉得虽然借兵给清政府可能从那里捞个几百万领白银, 但是远远不如向南下进攻中亚三国的利益更大,从此就开始推脱清政府的请求,向俄国借兵之事就此成了泡影。 而且就在这段时间里,其实在清政府的内部有很多人也是不赞成这么做的,甚至就连慈禧太后也对这个想法保留了一定的态度。 他和很多大臣都担心俄国人不是什么好馋的鬼,他要是真的来了也未必是件好事,将来很可能会变成请神容易送神难。 他们认为俄国人和英国人法国人不同,英法只是想挣钱,要和我们做生意,并没有领土野心,所以想他们借兵无非就是花些银子。 可是俄国人和我们打仗就要的是土地,你让他进入新疆帮我们打仗,这就好像是把羊送给了老虎嘴边,你还想把他拿得回来吗?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些人还是颇有远见的,不过在当时,主政的公亲王实在是无计可施,也不得不出此下策。 因为除了向俄国人借兵,他还做了许多其他的努力,但都无疾而终。 首先,他命令当时的代理陕甘总督都兴俄,尽快的攻下宁夏,平定西北穆斯林叛乱,然后带兵进入新疆。 但是,听过我们前面故事的听众都知道,都兴俄是一个无能之辈,把多龙俄开创的大好局面都给赞颂了,在宁夏被马化龙给挡住了。 随后,公亲王又寄希望于杨月斌和穆图善,可是这两个人连自保都成问题,哪里有能力分兵到新疆呢? 唯一公亲王真正调动得了的,只有今天外蒙古的克尔克部落,他们出动了两万人,前去乌鲁木齐解围。 不过外蒙古人到了这个时候,早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天生的战士了,已经退化成了虚弱不堪的小绵羊,而让他们退去野性的, 恰好是清政府自己,从乾隆朝开始,清朝政府花了上百年的时间,努力的让勇猛好战的外蒙古人,变成性格柔弱的守法良民。 他们花了大量的金钱在外蒙古一带,修建了数量众多的喇嘛庙,首先在思想上把外蒙古人都搞成那种心地善良,走路恐伤楼以命的弹僧。 其次,除了和清政府有血清关系之外的内蒙古人以外,清朝政府对外蒙古的部落在军事上也是很大力的限制,平时没事的时候基本上不让他们捂刀弄剑,更不准搞什么军事演习。 所以上百年来,他们已经远离了战争,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早已和他们嗜血的祖宗们完全不是同一类人了,他们已经从草原上最凶猛的狼变成了现在最温顺的羊。 即便是后来,为了阻止太平军北伐的时候,清政府哪怕是看起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只从绝对可靠的内蒙古征召军队,轻易不动用外蒙古人。 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害怕他们恢复了血性,将来不好驾驭,好了,现在从内地根本就不可能调动军队前往新疆,而内蒙古的军队正在森克林庆的率领下和缅军作战,唯一能够调动的部队就只有外蒙古人了,那么他们能行吗? 当然不行,他们和新疆常参加征战的图尔护特蒙古人,准格尔蒙古人,和硕特蒙古人,甚至是和森格林庆麾下的内蒙古人,完全都不是同一个概念。 虽然他们的马依然骑得很好,箭依然射得不错,但是内心早已脆弱的如玻璃一般,已经受不起战场上腥风血雨的洗礼。 当两万多名没有任何战争经验的外蒙古人,浩浩荡荡地从外蒙古赶往乌鲁木齐的时候,在古城附近,他们与托德林的军队相遇了。 浩德林的军队各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乐模,又由从前清军中战斗经验最丰富的穆斯林将领率领,武器也是以火器为主。 方方面面都远远优于这些早已经变成了顺民的蒙古牧人,所以战斗毫无悬念,双方甚至还没有面对面的交手。 穆斯林叛军只是进行了几轮凶猛的炮击和密集的火枪射击以后,这些已经变成了绵羊的克尔克部落的牧民们,立刻吓得魂飞魄散,全线崩溃,跑了个精光。 看着这帮成绵四汗的嫡妻子孙,如此让人大跌眼镜的表现,清朝政府出了一声叹息,也无计可施。 就在这个时候,清朝政府最后的希望,从塔尔巴哈台派兵援救伊犁和乌鲁木齐的想法也彻底的破灭了,因为塔尔巴哈台也出事了。 伊犁告急,乌鲁木齐沦陷以后,塔尔巴哈台参战大臣西林,奉当时的伊犁将军长青之命,准备调集两千多名图尔护特蒙古兵,厄鲁特和查哈尔人南下支援伊犁。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托特蒙古兵的属下,乌鲁木齐叛军有一股军队,起扰了塔尔巴哈台和乌鲁木齐之间的兵战,导致西林被迫派他们去反守。 手中再无多余的部队,紧接着塔尔巴哈台附近的穆斯林开始烧动。 西林请绿营中的穆斯林将领米庆,掌教阿红石金斗前去说服,暂时算稳住了局面。 当然,作为回报,这两个人再次得到了升冠加奖,就连掌教阿红石金斗现在都混到了无品顶带。 由于之前穆斯林将领米庆和掌教阿红石金斗曾经揭发穆斯林叛军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勾结,这次又稳住了穆斯林闹事,所以西林对他们两个人非常的信任。 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人其实就是墙头草,特别是伊犁告急,乌鲁木齐沦陷以后,这两个人的立场实际上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 当他们发现内地的援军无望,向俄罗斯借兵无果,外蒙古的军队又不堪一击以后,他们觉得大清政府这条船很可能会沉。 因此,虽然塔尔巴台大臣西林对他们依然无比的信任,但是他们自己已经决定换种活法,另外再上一条船。 他们开始暗中和穆斯林极端分子秘密联络,准备在塔尔巴台发动叛乱。 1865年的春节,当塔尔巴台的满人汉人都在高高兴兴的过春节之时,一个叫苏玉德的极端穆斯林分子纠结了二百多人,悄悄的潜入了清军的军火库。 由于这天正好是初一,大部分的清军将领和士兵都不在军营内,留下的人也喝得宁丁大醉。 于是这两百人突然一拥而入,杀死了守卫清军军火库的士兵,抢走了大量的军械。 当西林得知了消息,慌忙带人前去追赶的时候,已经有一半的军火被穆斯林极端分子运走,人也逃得无影无踪了。 这件事可能的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事情发生了以后,西林赶紧找来了米庆和石金斗,让他们先别忙着过年,立刻去调查到底是哪群穆斯林干的这件事。 与此同时,他也命令其他的士兵禁止休假,立刻回营,赶紧做好准备,防范,穆斯林再次偷袭。 很快,米庆和石金斗就带回了消息,初三这天,他们告诉西林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是哪些人干的,而且这些人现在已经在他们的说服教育下全都毁过了, 愿意把武器交出,但是他们害怕追究责任,所以想听塔尔巴台参战大臣西林的一个亲口保证,绝对不秋后算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愿意立刻把武器交出,而且保证不会做出任何再次叛逆的行为。 西林听到了这个说法以后,有点犹豫,因为双方约定见面的地方,是城外的一个亲真寺里。 虽然按照米庆和石金斗的说法,之所以约在亲真寺里是为了双方的安全,因为穆斯林绝对不会在亲真寺里杀人,因为哪样会亵渎先知,是伊斯兰教义绝对禁止的,所以西林不必担心。 同时,这两个人还强调,穆斯林只相信西林在他们的庙里发誓诅咒,这样他们才觉得保证可靠。 西林犹豫了半天,但是考虑到现在塔尔巴台城内只剩下一千多名守居,绝对受不起一场叛乱的折腾,所以最终他决定,为了平息一场可能发生的穆斯林叛乱, 这个险是值得冒的,于是他就留下了领队大臣五龙俄,留守城内,自己带着不落果素等几个官员,还有几十名士兵前往,可是他忘了一句话,叫做穆斯林的饭吃的,话听不得。 不仅仅仅是他,很多人都在这句话上栽了根口,当他们赶到清真寺以后,一群穆斯林跪在寺内,装着痛哭流涕的样子,表示愿意悔改。 西林看到了这个场景,不由的放松了警惕,就和他们一起进入了寺内。 当然,这也怪不了他,在整个新疆的穆斯林叛乱中,穆斯林绝对可以算得上世界上最好的演员。 金鸡奖,金马奖,甚至是奥斯卡金奖,对他们来说,简直不值一提。 即使今天最好的演员,演技和他们也不在一个境界之上,前一分钟还能和你对笑,后一分钟就会在你背后捅刀子。 这对他们来说,简直不算什么难事,所以当西林他们走进寺内以后,一只长矛突然从窗户外捅向了西林,薄罗果素手机眼快,一把抓住了长矛,折成了两段。 然后,他恰好回头看见了米庆,只见对方正在掏枪,他完全明白了,立刻扑了过去,用半截长矛连刺米庆竖下,口中大骂他忘恩负义。 虽然米庆当场被刺倒,但就是这个时候,几十只枪管也伸进了窗户,更多的长矛在外面向李明捅,包括西林在内的所有清朝官员,全部被当场杀害。 鲜血染红了清真寺内的礼拜堂,没有什么地方是穆斯林不能杀人的。 与此同时,上万早已经埋伏好的穆斯林已经开始围攻塔尔巴台城,五龙俄和他手下的一千余名战士能守得住塔尔巴台吗? 就在整个新疆北部全部陷入动乱的同时,新疆的中部和南部又发生了什么呢? 与之后事如何,请经下回分解。